樊子的逍遥游 《逍遥游》中写道 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这段话中的几个细节 坤和鹏都是几千里那么大 而且坤是鱼 还会变形为鹏鸟 自然界中 哪有这么大的生物 即便是白俄纪的恐龙 也没有那么大 于是 有人大胆猜测是UFO 白姐觉得 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几千里大的外星飞行器 藏在海洋里做什么 而且 即便有这种飞行器 也是若干年 偶尔出现一次 人类不可能经常见到 主流的说法是 樊子使用了文学夸张的修辞手法 你的老师当年肯定是这样告诉你的 不过 白姐认为 坤鹏在自然界中真的存在 到现在还有 它不是一种生物 而是一种自然现象 我们来看这句话 坤变成鹏以后 怒而飞 其意若垂天之云 我们都见过水龙卷 它从天空的云层 一直下垂到海面上 如果我们在现场看到水龙卷 一定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 古人也不例外 它们看到水龙卷时 很可能把它当作一种生物 庄子后面这一句 更说明了 鹏是水龙卷 水积三千里 团扶摇而上折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折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 鹏的翅膀拍击水面 激起三千里的波涛 海面上的狂风 盘旋而上 直冲九万里高空 离开北海到南海 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这说明 当时大海出现了海啸 激起三千里的波涛 坤就是这个巨大的海啸 然后 一个巨大水龙卷 急速旋转冲向天空 在广阔的北海上 盘旋了很长时间 半年以后 南海也出现了 这种壮观的场面 所以根据以上分析 白姐认为 坤是海啸掀起的巨浪 鹏是龙卷风 在大海上形成的巨大水柱 你觉得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银雾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